7月7号,电影《老男孩猛龙过江》在北京举行主题为《老男孩毕业连礼》的首映礼 除了主创《筷子兄弟》和肖央、王太利出席外 片方还邀请了崔永元、小沈阳、王学斌、潘岳明、柳妍、李爱等众多明星现场助阵 可谓是星光异异 虽然《老男孩猛龙过江》还未上映 但其电影宣传曲《小苹果》早已火遍大江南北 成为新一代洗脑神曲 发布会现场《筷子兄弟》更是应现场粉丝的热烈要求 现场上演Live版《小苹果》 并邀请众嘉宾一起热舞 先起了发布会又一高潮 自《小苹果》与观众见面后 引发了各个版本的翻唱改词 歌曲也因为旋律朗朗上口 舞蹈动作舒展简洁 被广场大妈们视为新宠 在采访中 《小苹果》歌曲创作者王太利告诉记者 看到《小苹果》能够给人带来欢乐 自己也觉得十分的幸福 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的作品能够让很多很多人 给很多人带来欢乐 我最近特别特别幸福 我每次从网上看各种各样的翻唱 各种各样的翻跳 我真的特别的欣慰 特别的幸福 我觉得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虽然有着颇高的传唱度 但《神曲》也因为找民 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 有记者问道 会不会担心 因为这个原因而影响到票房 《筷子兄弟》回应称 其实并不担心 因为《小苹果》好像餐浅水果 而接下来的电影《老男孩猛龙过江》 才是可以让观众享受的大开 其实它仅仅是一首歌而已 然后它这么快 有这么多人喜欢 它也一定会打扰到一些人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电影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恰当的比喻 就是如果老男孩猛龙过江 我把它比喻成一桌宴席的话 那《小苹果》呢 它正好是你前餐的 那个特别可口的一个水果 其实这餐宴席里 如果你真的来走进 来享受这一餐宴席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大菜 有很多完全不同的那些东西 在里面 很多能够沉淀下来的感情在里面 据悉 老男孩猛龙过江 讲述了由肖阳王太利扮演的 两位草根歌手 赴纽约寻梦之旅 该片将于7月10号起 在全国各大影院上听 可以 感谢观看